罪牛女市长 片番官场 我不懂拆迁法 想拆就拆 我有上方保健 我不怕 这是东北一个官居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的女官员何新云 在拆迁中多次脱口而出的狂言 她也因此被称为罪狠女市长 何新云究竟是何须人呢 堂堂政府官员为何敢口出狂言 如果没有人给她撑腰 她肯定不敢如此大放厥词 2013年12月底 何新云因为涉嫌巨额受贿 被双规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后 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随之揭开 何新云背后果然有高官撑腰 但这几个高官却和何新云没有任何关系 何新云竟把自己伪装成高官的女儿和情人 从毛线厂工人一路高升到市长 凭着虚拟靠山 在官场中上演了一幕幕的闹剧 何新云1969年12月 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父母都是国企职工 因为企业不景气 父母的工资很低 公三姐妹上学相当的困难 作为长女的何新云 初中毕业便考入了省访制工业学校基职专业学习 1990年7月 他中专毕业 赶上省城一家国有企业毛线厂招工 被招入了该厂当工人 整天在流水线上作业 这不是何新云想要的人生 他最初的理想是考大学 进入政界当呼风唤雨的官员 虽然整天在车间里劳作 但何新云想当官的欲望之火并没有熄灭 在一线的工作中 何新云尽可能地表现出他的口才和组织能力 终于被厂长发现了他的特长 提拔他负责毛线厂团委和人士 在毛线厂当一个小官 这远远满足不了何新云当官的欲望 为了实现更大的发展 一边工作 一边参加省委党校韩寿班学习 并于1999年7月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此时 何新云已经到了儿立之年 结婚生子 步入社会多年 官场上的现象 何新云关注了不少 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观点 进入官场的 大都是官二代 平民子女想混个一官半职 男上加男 何新云不禁发出感慨 如果他的父亲是个高官 凭他的才智和能力 如今的他至少应该是触及了 感慨之余 何新云突发奇想 他虽然到毛线厂工作了近十年 但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身世 如果伪造自己的身世 让自己变身为高官的女儿 一定能助他华丽转身 给自己伪造什么样的身世呢 当然 父亲的官越大越好 最好是中央各部委的官员 地方上的人连部委的门都难进 没人会去追查 不会看出破绽 为了寻找离家多年的父亲 何新云到图书馆查阅了很多报刊杂志 终于发现中央某部委一个副部长跟他同性 而且年龄和他父亲相当 他决定把自己包装成这个副部长的女儿 随后 何新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查到了副部长的出生地及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关系网 何新云惊喜地发现副部长也是本省人 曾在本省担任过地方政府一把手 而且副部长正好也有一个女儿 真是天助我也 何新云利用自己负责毛线厂人事科工作的有利条件 偷偷取出了自己的人事档案 伪造了个人履历 把出生地 父母姓名等身世信息 全部改为与副部长相符的信息 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某部委副部长的女儿 然后他把档案放回厂里的人事档案柜里 做完这些之后 何新云去了一趟北京 下他在一个中央部委的招待所里 用客房电话给家乡组织部打了个电话 说他是中央某部委副部长的秘书小张 副部长有要事 请组织部梁副部长接电话 梁副部长接电话以后 小张就说 该副部长有点私事 不好直接找你 委托小张请梁副部长帮忙 梁副部长一听说该副部长找他帮忙 立即主动说 只要是在他能力范围内 一定抓好落实 小张告诉梁副部长 几年前 副部长的女儿何新云 因为父母反对他恋爱 一气之下去了他们那里 进了世毛线场 连家都不回 作为父亲 该副部长非常愧疚 他希望梁副部长能暗中观照一下他的女儿 梁副部长对这个请托不敢掉以轻心 他派人到毛线场调阅了何新云的人事档案 证实了何新云却系中央某部委副部长的女儿 随后 梁副部长亲自找何新云谈话 看到口才出众 气质高雅的何新云以后 就对何新云系高干子女的事情深信不疑 有了梁副部长的关照 不久 何新云破格调入了团市委工作 成了一名公务员 到团市委工作不到一年 2002年1月 何新云被任命为团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由此 登上了官场 何新云进入官场后 其官二代的官场效应开始显现 2002年8月 何新云任副科级未满两年 被破格提拔担任团市委办公室主任 2004年3月 何新云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下派到一家大型国有公司任副总经理进行锻炼 2005年12月 何新云被提拔担任团市委副书记 短短五年的时间 何新云打着副部长女儿的旗号 在官场上 实现了从一班工作人员到副处级的飞跃 可是 在随后的几年里 何新云却原地踏步 几乎没有进展 2008年7月 他被派到基层 评级调任县级市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 一年后又轮岗交流担任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不管是当团市委副书记 还是来县级市当宣传部长 亦或是当纪委书记 都是副处级领导干部 没有多少实权 更没有油水可捞 不像有实权领导干部那样备受追捧 威风八面 他一点当领导的感觉也没有 他向往着做上副市长 市长的交椅 可是一晃 何新云已经40岁了 他觉得这样在误须位置上转来转去 大好的前程就要被浪费了 2010年 是政府领导班子要做调整 他认为这是好机会 但要想实现政治图谋 仅靠父亲的面子是不够的 必须开发其他可利用资源 通过对官场的观察 何新云发现官场有个普遍现象 女干部要想生得快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给高官当情妇 何新云身材高挑 脸蛋漂亮 要想成为高官的情妇很容易 但是他觉得给高官当情妇太没有尊严了 何新云从伪造亲爹得到组织上观照 登上官场得到了启示 自己等伪造亲爹成为高干子女 为何不能伪造情夫 使自己成为高官的情人呢 有了这个奇特的想法之后 帝级市市委书记邹陈华 成了何新云锁定的目标 他之所以确定这个目标 何新云完全是出于想当上副市长的战略考虑 他知道能否当上县级市的副市长 市委书记郝志成的意见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郝志成是地级市市委书记 邹陈华的下属 如果冒充邹陈华的情人 找到郝志成 他一定会给面子的 因为邹陈华经常下来检查工作 为了成为邹陈华的情人 何新云发挥他活泼开朗的性格 主动贴上去 表现出格外亲近的样子 给人们传递亲密的感觉 随同的记者 抢抓到他和邹陈华书记的许多精彩镜头 渐渐的便有人议论 何新云和邹陈华关系暧昧 2010年初 郝志成正在酝酿政府班子调整方案 何新云来到了郝志成的办公室 含蓄地表明他是邹陈华的人 他在意识形态的岗位干的时间太长了 他想换一下岗位 希望郝志成帮助运作 何新云还对郝志成说 邹书记交代了 为了不受人以禀 有些事只做不说 叫我直接向郝书记汇报 在官场混了多年的郝志成 当然知道只做不说的含义 此时 何新云的副部长父亲已经升任正部长 何新云又打着父亲的记号 找到邹陈华 表明了他想担任副市长的想法 希望邹陈华多多栽培 想到何新云毕竟是部长的女儿 邹陈华不能不给面子 于是答应帮忙运作 何新云把伪爹伪情夫都用上了 终于使他梦想成真 2010年4月 经邹陈华拍板 何新云被提名为副市长的候选人 当年5月 通过人代会选举 何新云当选为副市长 何新云如愿当了副市长 分管城建 城管审计等工作 那么何新云当上了副市长以后 还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